台鐵普悠瑪號班車造成18人死亡 罹難者家屬抱著總統蔡英文哭訴 為何搭火車會不安全 檢方正著手調查普悠瑪列車頒布原因 台鐵表示事發前空氣壓縮機曾傳出故障 中共資金干預年底大選調查局證實 已掌握33件勤資將盡速偵辦 中油95問題汽油理賠加碼 明年6月前除可全額退費還可免費加油 更詳細新聞內容請鎖定新唐人亞太板間發電新聞